又是一次直播 还记得上一次 我直播的时候严重超时 希望今天我也是如此好吧 我们工作人员告诉我说 你这个直播 我们给你写的一个小时 你也不要当真 你反正按你自己的来 对 他说只要不要超过12点就好了 不然确实有一点不太好打车行吧 我就跟他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反正就看着说吧 能说到什么时候就说到什么时候吧 所以呢 其实我现在所有说的话 全部都是freestyle 对没错 我那个一句就是完全没有台本好吧 今天全程全部都是我现在的所有的感想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 我这个弹幕是在离我不远处的一个电视上 为什么拿这个电视看弹幕 是因为啊 我视力好 我们工作人员才给我安排了这个 特别大 看起来带劲 可以给炫耀一下我五点几的视运 真的是好久没有直播了呢 这样来直播一下还是特别特别的期待的 我都17了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和宋亚轩在那卡点 他前面还在那写作业 写着写着还说哎不行了不行了 到点了到点了 然后就开始 拿手机拿手机 然后陪我过零点 对 昨天特别开心 晚上 然后我们有两个助理 本来在公司陪着我们 他们本来都要说走了 然后突然想起来 哎明天是我生日 然后急忙的 又马上订了一个蛋糕 我们12点的时候 就在那吹蜡烛唱歌 对 为什么这个弹幕这么慢呀 还是说有延迟 就是全部都是什么 贺峻林生日快乐这些的 就没有什么一点问题要问我吗 因为怎么说呢 虽然说我们这个直播吧 他没有时间限制 但是呢 他总得要走个流程吧 你们如果不问我一点问题 我撑不够这个时长 我会很没有面子的 所以说快点问一点 我可以回答的问题 好吗 我来看一下 为什么还是没有人问我问题呢 他们都不想问我什么问题 就想听我一个人在那说 一两个小时吗 总得有一点互动是吧 我这个 就我一个人在那 单说一个小时的话 确实 我也说不出来 今天晚上吃了啥 刚刚吃了 吃了两个西瓜 我决定一会儿 直播完了再去吃好的 为什么要说出来 算了 说了说了 对对对对 我给忘了 不是在这让我空说的 我是有那个问题的 他们说是粉丝 争取了粉丝的问题 结果我说着说着给忘了 怪我 我问题呢 没有啊 原来是 原来这个错不能在我这 好 谢谢 我就说嘛 我怎么会忘记流程呢 是没给我罢了 肯定是搞忘了 今天表演星宝岛吗 啊 不表演了 不表演了 那个 听说星宝岛都破译了 在这里恭喜星宝岛 好吧 然后呢 有机会再说吧 觉得表演了太多次了 我需要创新呢 创新一下 哦 这是粉丝们问的问题吗 是真实的 粉丝问的真实的问题啊 就是从现在在看的 这些人里面 那个 有可能抽取到的 行 让我来公开处刑你们吧 第一个问题 小赫哥哥什么时候 可以多 发多多的自拍和小视频 给大家看 这个问题就问的特别奇怪 是吧 我发的还不够多吗 我发的已经很多了好吗 自拍和小视频 我小视频还发了不够吗 你们怎么 怎么能这么 怎么说得寸进尺呢 这样做是不对的 知道吧 我已经发了很多的小视频了 我已经发了很多的小视频了 至于这个自拍呢 呃 我也有尝试 我有些时候也会发 但是 连我妈都说不好看的自拍 我觉得发出来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必要 就算了 算了 好 下一个问题 小赫哥哥最近在看什么书或者电影啊 可以推荐一下书或者电影吗 电影 我最近看电影 看的还是比较多的 呃 我想一想啊 哦 想到了一个 就是 那个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 哦 有一部电影 叫那个 《心灵奇旅》 是一部动画片 呃 特别的好看 是 我们一个工作人员推荐给我的 我感觉这十分钟里面 我提到了好多次 我们工作人员 他们可能看我的眼神都是 嗯 怎么又说我 嗯 呃 那部片子特别好看 因为 那那几天正好我好像 就是 呃 心情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看了那一部片子 看了那个片子之后呢 顿时一下子就 心情就好起来了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哎呀 但是他们 这个弹幕刷的好慢呀 这个 而且也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真的是 哦 那我们先下一个问题 哦 这不就是问题 不好意思 小赫哥哥的 WINK练习的怎么样了 可以展示一下吗 我从来就没有练习过这个东西 好吗 又从哪儿凭空捏造 凭空想象出了 我天天在练习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是怎么 帅哥 与生俱来的举计呢 不需要练习 好吗 可以展示一下 给我个特写 我说的好 好霸道 给我个特写 老师 就是WINK 就是WINK 左眼右眼都可以 左眼 右眼 不好意思 还是练 没有练习过 还是不太熟练 主要是不需要 我试一下 左眼 这是右眼 不好意思 还可以吧 完全没有问题 下一个问题 小赫哥哥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 会存在有压力的时候吗 还是多多少少有些时候会有点压力吧 怎么可能一个人天天在什么学习中和工作中都没有压力 那没有压力他不就是天天躺着了吗 这也不可能 我之前 之前就是 有一个东西我一直没学会 我特别烦 不许笑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 我那几天心情就特别不好 心情特别不好 我就看到那部电影 正好就剩下呼应了一下 所以说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心灵 心灵真的特别的好看 可以治愈自己好吧 下一个问题 小赫哥哥收到过父母最感动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呢 希望小赫哥哥永远幸福 非常喜欢小赫哥哥的家庭氛围 小赫哥哥收到父母最感动的礼物是什么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小赫哥哥的父母送给了那家庭 那你们一个什么样的礼物 他把我 送给了你们 哎 自己被自己给 尬到好吗 下一个问题 小赫哥哥 17岁有什么最想完成的愿望吗 或者有什么觉得自己一定要完成的flag呢 我这个愿望说出来得吓死你好不好 我昨天不是说 我今天早上不是说我17岁的第一秒就在我们李总的办公室度过的吗 我17岁的愿望就是 是什么呢 我要坐上他的那把椅子 不是不是我只是想去体验一下啊 我17岁的愿望就是 去坐一下飞 飞总的那把椅子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大胆 人就是要胆子大好吧 把这个耳房挂到后面去 觉得自己要完成的flag 哈 我要把 飞总的那把椅子给吃掉 不是不是不是 其实最想 我要我要学会 我要学会我们 飞总的这个 赚钱的方法 特别需要好吧 下一个问题 小赫哥哥喜欢的时尚搭配是什么呢 最近有什么喜欢的时尚单品吗 最喜欢的时尚搭配 我觉得 我最近挺喜欢那个戒指的 对 然后 最喜欢的时尚单品 它必须是 拖鞋啊 因为拖鞋代表着 rich 我就觉得 这符合我的气质 好 下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 颇有人 仪式感的人 小赫哥哥有没有一件生日必做 或者每年必做的事情呢 有没有一件 嗯 哎 我又没有什么每年必做的事情呢 想一想 说压岁钱算不算算不算是每年必做的事情 到18岁以后 到18岁以前都是每年必做的 到18岁以后 哎 我也不知道我家里面是什么啊 要不要以后什么成年了就要发压岁钱 可能到以后就是每年都是发压岁钱了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怎么怎么 怎么突然说到这么伤感的事情上了 嗯 从16岁到17岁这一年当中 让小赫哥哥印象最深的快乐 或者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希望小赫哥哥能多多和我们分享快乐的心情 我今天就特别的快乐好吧 因为我的几个好哥门儿 他们给我送了一些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是大家感受不到的那种生日礼物 镜头前的你们是想象不到的 怎么样 是不是特别的值得开心的事情 好 这些问题就全部都回答完了 好 好